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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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算法第五十条 以及相关的规定 作业基金的部分 照业务计划 业务支出 结缴工库 进额 转投资计划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 扩充 以及国库增播基金额等逐项审查 特别收入基金的部分 照业务计划基金来源 用途以及余处 结缴工库等逐项审查 现在请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与委员提案 宣读完毕再进行协商 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主管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 一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与 二 业务收入部分之 一 业务总收入165亿095万2千元 业务总支出18亿2467万7千元 本期剩余146万7627万5千元 三 结缴工库金额123亿元 四 转投资部分无列数 五 固定资产制建设扩充改良1965万元 国库增补金额无列数 离岛建设基金部分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与 二 基金来源714万 基金用途9亿044万3千元 本期短处8亿9330万3千元 结缴工库无列数 第三 华通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EU计划请参与 二 基金来源10亿元 基金用途12亿5816万2千元 本期短处2亿5816万2千元 结缴工库无列数 宣读委员提案 行政运国家发展基金 提案 第一案各项投资减列5亿元 并冻结10%赖瑞隆 委员等提案 第二案各项投资 冻结10%苏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三案各项投资 冻结10%秋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四项各项投资 冻结2亿元 陈敏芬委员等提案 第五案各项投资 冻结1亿元 陈寗芬委员等提案 第六案各项投资下创业投资事业 冻结10%秋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七案各项投资下创业投资事业 冻结10%秋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八案各项投资下其他投资 冻结10%秋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九案各项投资下其他投资 冻结1亿元 陈寗芬委员等提案 第十案一般贷款 冻结3%苏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十一案业务部分支出 一般服务费冻结20%苏之芬委员等提案 第十二案一般服务费冻结5% 现一奉委员等提案 第十四案一般服务费冻结5% 现一奉委员等提案 第十四案一般服务费冻结5% 现一奉等提案 第十五案业务成本向下短处赔偿与保险给付 冻结10%赖略人文等提案 十六案截脚公库冻结3亿元 陈寗芬委员等提案 十七案一般建筑及设备冻结10%秋之芬委 等提案第十八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计划下土地 冻结500万元陈寗芬委员等提案 第十九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计划下房屋及建筑 冻结60万元陈寗芬委员等提案 决议二十案要求国发会 与国发基金应用一个月内将台三公司相关投资金额 推动进程及未来规划方向等相关资讯 公布与官方网站比例国会预算审查及监督 更增进人民监督与了解 提案为翁崇军等人第21案要求国发会与国发基金 重新检讨改善各项事业之投资效益 逐一审拙草租问题增结调整投资策略并加强办理事实案 退场机制检讨事故可行性 委员翁崇军等提案 第22案要求国发基金持续加强推动投资业务外更应 符合政策方向或具发展潜力公司更应强化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以立国之投资监督机制及事实公开相关投资资讯 以杜绝外界批评及质疑委员翁崇军等人提案 第23案要求行政院印度岛国发会派遣辅导团队 对至尚未提报地方创生计划之乡镇辅助计划发想撰写之援助 并于两周内提供可行性评估委员丘成员等提案 第24案 本预算内看不见台山计划推动进程与绩效 时有规避监督之前要求美季将水牛1号基金 与水牛2号基金绩效送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陈超明等人 第25案要求国发会应积极 媒合与宣传进而使地方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 打造每一线市至少一个地方创生产业吸引青年返乡委员陈超明等提案 第26案有关于您毛巾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与再转折所需人才资金行销等通盘规划 要求国发会延某善意评估国发基金进场可能与办理进度于一个月内送交送面报告 至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27案查国发基金进来投资预算指定未如预期 且与政府推动政策方向未能契合原要求国发会 你两周内就此提出书面报告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28案推动进程资料仅至于107年12月继位在更新 并无未来募集之经济相关资讯于应于诊择问题是增结利息办理改善计划要求国发会 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报告于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29案 国发基金部分直接投资事业近年年亏损 运因则成公股代表界督促监讨以改善营运状况 并适时提出退场机制报告事故可行进 原因要求国发会于两周内就此提出书面报告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30案 国发会与折成公股代表督促改善国光生技之营运状况 或检讨能否达成原投资目的并掌握有利时机执行 原因要求国发会于两周内就此提出书面报告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31案 国发基金配合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 因参着发展投资要点无投资案件之问题增结并加速推动 要求国发会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报告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第32案 鉴于国发基金直接投资金额占总体投资近7成 为部分直接投资事业亏损持续恶化 该基金确认可股权代表已善进 其实凸显公股代表之考评评价与直接投资金额现况有落差予于检讨考核机制妥识性 原因要求国发会与两周内研抹相关办法送交数据报告经济委员会委员苏志芬等提案 第三三案鉴于国发基金107年度各项投资业务预算192亿1000万元 执行绩效有待提升执行情形仍未入席预期 原要求国发会与两周内研抹相关办法送交数据报告之北院经济委员会为苏志芬等人提案 第三四案鉴于国发基金正克政推动产业创新转型基金国家及投资公司等政策 急需巨额资金投入加上一般贷款业务计划近年屡屡超支 民间对政策性贷款需求增加 应请国发会就此情形与两周内研抹善意 将书面报告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志芬等人 第三四案国发基金投资情形偏离政府的5加2产业政策方向 原要提案要求国发会基金配合政府推动政策方向加强办理委员成明文等提案 第三四案国发基金配合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加强投资地方创生事业及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规划 结合民间资源带动相关事业投资围然任有欠积及信资 地方政府国发会予以做辅导与协调问题增结并加速推动以利业务推行 请国发会一个月的提出书面报告是本院经济委员会委员成廷飞等人提案 第三四七案国发会及国发基金网页对于台山公司推动进程资讯 未事实更新预议改善逼利预算审查及增进民众监督与了解 请国发会一个月的提出书面说明报告是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成廷飞等人 第三四八案部分直接投资事业连年亏损或经营 严重恶化引于加强监督改善营运状况该基金部分直接投资事业 年年亏损引于折成公股代表督促 检讨以改善营运状况并适时提出退场机制 检讨事故可行进行 国发会一个月的提出书面报告是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成廷飞等人 第39案 国发基金委托兆丰银行办理创业投资事业之投资管理事业 为截至107年度上在营运之中创业投资事业于三成平均投资率为负值 且国外投资事业技术转移数量不多 语言预期引进先进国家之技术 自国内深根提升台湾技术水准之目标仍有差距 以继续检讨改善 以兼顾基金权益之维护及投资目的之达成 请国发会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是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成廷飞等人第40案 1080度因应中美贸易战陆续推动欢迎台商回台投资专案贷款及更留台湾专案贷款等 均需相当资金支持与益助 以省择资金所需妥视编业脚库数倍 毕业工业业务推展原请国发会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是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成廷飞等人第41案 为使基金资源妥视运用允议市基金组织与人力调整等规划经核准后 详实评估防射使用状况及人力配置取行 省择确有拨用必要性再具以编列年度预算 请国发会一个月内提出书面说明报告是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成廷飞等第42案 国发会官方网业对台山公司推动进程资讯并无定时定心 对于管理收费标准及每年管理费投资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持股比例等投资资讯也无详细资料 为确保基金经理人善尽管理则的因案记提出说明 并以网业公开以立预算审查及征定公民监督提案委员邱志伟等人第43案 108及109年的预算为序名推动产业创新基金之 预计投资方 预计投资 预计投资 该基金处因加强监督投资业务外 更因慎选符合政策方向 并发展潜力之公司 加强社会共同降低舆论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及促进就业之基金 设立目的提案委员 邱志伟等的第44案 请国发会应确实依据该基金 直接投资事业退场机制作业要点 定期追踪检讨具体投资效益 并适时办理事故作业 避免重复投资或无效投资 以督促检讨投资事业 维护基金应有投资权益 发挥基金投资政策 提案委员苏正清等人 第45案 请国发会重新检讨相关计划 推动瓶颈逼立地方沟通宣导 以厘清问题增结 尽速调整计划实施相关推动的办法 以立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 顺利推动委员苏正清等人提案 第46案 要求国发会与一个医院内向立法院 经理委会提出 国家发展基金投资 地方创生事业及社会企业 业者申请率偏低及相关机制 检讨至书面报告 提案委员赖瑞隆等人 第47案 国外创生事业技术转移数量不多 且以预期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 至国内深耕 提升台湾技术水准之部分 仍有差距 因持续检讨改善 以立基金权益之维护及投资目的 提案第48案 审计部近年来 一连续提出重要审核意见 要求督促提升营运绩效 应确实督促检讨改善 以事实案退场机制 检讨事故可行性 以维护投资权益 提案委员杨穹英等的第49案 除以加强持续推动投资业务外 因慎选符合政策方向 并发展潜力公司 并强化监督机制 与定期事实公开投资资讯 以度舆论争议 并达成促进企业转型 及升级及促进就业 设立目的委员 杨穹英等人提案第50案 国发基金109的预算 为序名设计投资金额 台湾公司推动的进展 及未来规划的方向 等且国发会及国发基金 网页对于台湾公司推动进程 甚至未事实各经营确实检讨 改善以利预算审查 及征计人民监督 以了解委员杨穹英等提案 第51案 会使基金资源妥事运用 应是基金组织人力 调整规划等经核准后 详实评估防射使用状况 及人力配置状况 省着确有拨用必要性 再具以编年度预算 委员杨穹英等人提案 第52案 为期目前申办案件较少 引以探索社会投资要点 检讨问题是增减 并加速推动以利 投资事业顺利推展 委员杨穹英等提案 1090度 离岛基金建设预算基金部分 53案 离岛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冻结20%孔文基文等提案 第54案 一般行政管理计划 冻结30%孔文基文等提案 决议55案 为维护岛民之安全及身体健康 行政院因编列预算补助 离岛开业之医疗机构 护理机构 长期照顾机构 以及其他医事机构 与该离岛地区 原要求行政院就金门 及其他离岛之医疗人员 之住宿问题 确实查核不足之处 由离岛建设基金提供 改善设备之援助 于两周内提出可行性 评估委员秋成员等人提案 第56案 迄今观光资源丰富 古迹众多 近年来在高雄市政府的建设上 逐渐形成观光导向的民生 圣区如如能将其今纳入离岛建设条例 适用范围或准用相关条 来进行增加促进及活络 其今经济改善当地居民生活品质 倍增居民福利 即使原因要求国发会 于一个月内提出可行性评估 报告送交立法 经理委会委员赖瑞荣等提案 第57案 107年度累计贷款收入仅24000元 融资金额及贷款利息 收入均偏低 为增加基金收入来源 且兼顾离岛地区建设发展 引于积极推动该项业务计划 以利基金永续循环运用 委员杨琼英等人提案 109年度花东地区永续发展 基金部分 58案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冻结10% 苏文新委的提案 第59案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向下的专业服务费 冻结30% 孔文新委的提案 第60案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向下的汇费捐助补助分摊 照顾救济及交流活动费 冻结10%孔文纪委员等提案 决议第60案 要求行政院是否将 以来纳入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提出可行性评估 委员求生委员等提案 第62案 请国发会因参作 以往年度实际收入 请勤合编基金的来源预算 以利预算审查及相关预算 合理配置 并延抹拓展基金其他收入 以利基金永续 协助花东地区的发展 委员苏贞卿等提案 第63案 要求花东环境问题 电动机车相关基建 与花东 花东布点 电动机车购买热点 及向民众分布 因通盘检讨 提出相关报告 以利基金永续合理使用 并向立法案提出 书面报告 委员赖任务等提案 第64案 花联及台东第三期 109至102年度 综合发展实施方案 尚未经行政院核定 因进述按程序拟定 以作为未来四年 推动花东地区发展至依据 52次一案 国发基金会 处理地方 创生计划 推动国发基金 于108年 1月28日 地方创生及社会企业 投资 创业投资 事业投资 作业要点中 要求国发会 于三个月内 检讨修正 以利地方创生 制度的推展 提案委员 廖国栋等人 57次一案 会彻底解决 长久以来的 垃圾清晕问题 请国发会 研理于 里岛建设基金 增设相关项目 协助里岛各县市建制 家庭垃圾 刺行处理 之机制委员 廖国栋等人 提案 第64次一案 请主管机关 沿拟花栋地区 永续发展基金 放宽 适用范围 涉及花栋地区 原住民族生存 保障与文化保存 之项目 接同经费之益注 提案委员 廖国栋等人 第64次二案 请国发会 于109年起 其绩效达成 情绪分析中 表中应区分 原住民族选项 华东基金之益注 原住民族生活 改善之关系 以立建立原汉坚 共存共融之群族关系 委员提案 廖国栋等人提案 第52次二案 提案要求国发会 一个月内就提升 国发基金绩效 其强化基金审核管理 向本院经理委员会报告 提案委员廖国栋等人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同仁 关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有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 我们就议事录确定 现在进行协商 座位原地就是跟上次一样 我们主席就不移动了 请委员尽量按梅花座的位置 今天要上开 那我们公布门 你尽量用那个 对对对 好 那个还没有到的委员 请各党团的助理赶紧通知 我们要开始 第一部分是属于行政院 国家发展基金的部分 第一大部分的是业务计划 业务计划 请大家来翻译 第一案到第九案 我们先第一案到第九案 各项投资 各项投资 这个一到九都是各项投资 我们一续 或者是要一次说明吗 报告各位委员主席 国发会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一到四案 一到九案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免与冻结 改由国发基金来提出书面的报告 有没有相关的提案 看起来几乎是冻结 或者是简列 第六项是简列 那其他的是冻结 一到九的部分 那个赖委员 你有提案 你来说明你的想法 那个主席 各位委员还有主委 我想 国家发展其实是希望能够区域均衡的发展 各个地方都能够有好的一个发展 各自发展出各自的特色 那国家发展基金 我们期待它扮演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从这几年来的 这个投资的部分 国家发展基金的投资的部分 它整个决算的预算跟决算金额里面 看到其实投资的部分 多数还是在北部为主 那包括台北是大中 包括新竹这些都是大中 甚至新北 那南部的部分其实 如果我们谈南北的双核心的发展的话 南部其实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相对的很弱 所以我一直希望是 主委能够用更大的力道 去加强南部的一些的 这个部分的投资 如果政府的 这个基金的投资 都还也有南北上的差距的问题的话 那我想南北的失衡问题 只会越加严重了 那南部也需要 政府更有意识的 更用力的去 这个加强这个力道 所以我希望 主委这个部分也做个说明 未来怎么来做了 我觉得主委就会一段时间了 怎么来加强 对于南部的这个产业 南北两大城市 南部的这个产业的部分的 强化跟投资 这是不是先主委先说明一下 好谢谢赖委员 其实因为国发基金 所投资的就是我们的企业 那企业它的业务的涵盖 其实虽然它的总公司 可能设在北部 可是它的涵盖还是全国性的 那当然如果是在地的 这位居在中南部的产业 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或许他们过去对国发基金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我们从去年开始 其实我们都有到各地去 办理说明会 说明国发基金的相关的 这个投资的项目 欢迎他们能够来申请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 直接 直接说 我就要投资给谁这样 还是要看他有没有需求 不过这个部分 谢谢赖委员的关心 我们未来会更加强 中南部的部分 尽量的去跟他们做说明 然后欢迎他们来投资 好谢谢主委 我想我希望看到 未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是看到有具体的一些成效出来 我相信如果以主委 跟国发会有意识 有力道的去推的话 更积极的去那个的话 我相信会看得到 这个地方的成长 那我希望更明显 更显著 好谢谢赖委员 陈廷飞委员 谢谢赖委 我想我们在109年度所编列的 这个153亿 其实如果相较于108年的预算是减少的了 减少两亿了 那但是其实我们所看到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投资额 还是一样 就是除了刚刚赖委员所说的 我们感觉的面向似乎也有点重北轻南 那当主委说 他虽然可能他的主要 他的公司是在北部 可是他的面向其实 他的分公司或是他的一个营业面 是有一道中南部 可是这个机会真的会比较少 因为你说他的营运点是在 主要的营运总公司是在北部 可是其他有下放到其他的一个县市 我觉得这个可能并没有那么广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窗口 就是说如何建构一个平台 像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经济部 有很多的专案 其实都有一个平台 是可以让大家可以询问 可以咨询 可以了解 那我们也有一个平台可以协助 当然不是说 他来问我们就给他 而是说我们怎么让他有入门的机会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入门 他有需要 可是光看我们国发基金 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 对于他这个 似乎规模不甚大的 这些单位或是公司 他会觉得很 会有一点胆怯 所以我认为说 应该是要有一个平台 然后让有一些想要进来的 一些公司 而且他自己本身可能也符合条件 只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这些公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亏损的部分确实我们也应该要做检讨 就是说我们在亏损 当然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这是一定的 但是因为我们审计部也提出了一些 审核意见 所以这确实是我们到底是要跟审计部沟通 要不然你每年我们每一次的 只要在审这个所谓的投资 各类企业我们国发基金的部分 每一次我们审计部就会有这些 所谓审核意见 那审核意见就会造成大家觉得说是我们的投资跟我们的这个眼光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应该跟他了解说到底因为投资不可能 不可能百发百中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被提出了所谓的重要审核意见 这个是我们要去检讨的 然后那我对于这个部分 我希望我刚刚所讲这几样可以用书面 转为书面 然后我不予冻结 这样子谢谢 谢谢委员 您刚刚提到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跟改进 我们也许邱映委员 我简单说 这个我想因为现在武汉肺炎的关系 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了一个重大的冲击 那国发基金相对在这个时候 就台湾的整体经济面来讲 国发基金应该适度的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是本期建议我们就不予冻结 然后我想国发基金应该要全力的来投入国内的整个经济市场 或者是一些新创的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些产业 那具体的看看是不是在今年度对于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上面 国发基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跟建议的作为 是不是能够用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委员 翁崇军委员 这个主席各位同仁 这个有关 AO计划我们投资的部分 226亿 但是今年度当然在其他投资的部分 匡列的是153亿 那过去我们在咨询的过程里面 大概有谈到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对于 以往的整个投资的绩效 我们应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那这个综合的评估 主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去盘点 有些我们的投资 目前其实没有投资意义的 我们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结束跟整理 那不要让我们推坏审继续下去 或者是说我们这些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存在了 也对于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发基金没有什么帮助的 这个我们应该做一个确实的盘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我们是要对于现有的这些投资的状况 还有我们过去投资的所有的项目 它的成败 整个绩效的评估 应该做一些综合的整理 那将来也给我们同仁一个归纳 就是说我们将来国发基金里面 大概我们在投资的方向上面 应该是做什么样的投资 然后我们要避免什么样不好的投资 再重蹈覆测 让我们国发基金的投资能够做得很好 然后也能够赢得这个立法院的肯定 这是大概第二点 第二个重点 那第三个重点 我们刚刚很多同仁谈到 就是我们的今年的投资的226亿里面 加强中小企业的投资 或者文化创业产业 还有投资策略性服务业 还有投资策略性的制造业 以及创业投资事业 创业天使 其他投资的部分 这几个部分 有一些是我们大致上有把我们投资的标的 稍微大象讲出来 但是像其他投资的部分 153亿我们是等着人家来申请以后 直接投资 我们来直接做投资 那这个当然是 一个是我们对于整个今年226亿 我们当然希望说 我们投资的方向 或者我们投资的这个类别 或者我们投资的计划 到底是哪一些计划 给同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了解 那这样详细的了解 一方面你们可以找投资的标的 一方面我想立法委员 透过各方面的管道 如果有他们适合的 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来参与这样的投资 这是我想说 我们今天匡列的这个226亿 我们也不要浪费 那同仁之间当然也有谈到 所谓重结或者删减的问题 甚至也有谈到我们今年刚好碰到 我们武汉会员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国内的消费或者投资 那国发基金里面 当然扮演的是一个火车头的角色 我们也希望说 你带动了更多国内产业的投资 那这些投资 如果说外界不了解 或者我们采取比较被动的方式 去等大家来申请的时候 也许我们效果也许没有办法那么好 所以我想说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希望你把我们今年的投资的项目 能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书面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委员会可以排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让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 然后我们也一起 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今年的国发基金的相关的投资 能够达到我们的绩效 也能够达到我们 今年要创造国内投资跟投资消费的一个目标 这样我想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冻结跟删减的部分 我个人没有意见 看看大家意思怎么样 但是我比较建议的是 国发基金里面 请主委你能够把这些详细的细项 能够把它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 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将来我们怎么样来配合国发基金 或者我们怎么样来鼓励我们业界 来参与国发基金的这些投资 好不好 好 谢谢观众委员 好 邱志维委员 谢主席 这个国发基金 它的存在有它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它达成国家重要的产业发展 所以这笔基金 当然从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简略或者是冻结 但是从几个面向来看 它的确有检讨的必要 比如说从咨询率来看 但你可能注意也在这顺便 咨询率的部分 每年编列这个基金的额度都是增加的 但是你们咨询率却没有得到很 达到我们的期待 所以咨询率部分 可能请国外会去检讨 另外第二点就是绩效的部分 你绩效你220几亿或者100多亿 你要投入这个产业 那你的绩效 当然我们必须要看你绩效成果怎么样 所以绩效我个人认为 看你们过去的表现还有提升的空间 所以绩效的部分也请国外会注意一下 另外我刚刚说的 国家发展是需要国发基金来支持 所以你要透过这笔基金来扶植国内的重点产业 或者符合国家现阶段战略目标的产业发展 所以5加2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5加2就是需要这个国家基金来导演到5加2 但是我们看你们是不是 国家基金是不是投入5加2的比例有多少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期待 所以这部分也请主委能够做一个说明 那刚才这个赖瑞永所说的这个中南部 南北要平衡 所以你投资的公司投资的标的 是不是在比例上面都集中在这个北部 那中南部反而比较少 所以这个区域失衡的部分 这个我们也期待说 国家基金在未来执行面能够有更妥善的这个 这个这个调整 所以如果不是5万肺炎 这个我们希望这个 适度简列 给国家基金 因为从职讯来看 从基效方面里面很大空间 如果不是因为今天5万肺炎非常严峻 所以我会主张要简列 适度的额度 简列5亿 或者10亿 但是今年碰到武汉疫情 我觉得这个冻结 是可以考量 冻结是要让国家基金在执行的绩效 执行的这个这个成果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那可以朝向这个冻结的方向来思考 比如说我们冻结 这个两亿 请国家基金针对绩效 执行率 或者怎么样投入更多的国家基金 在5加2产业 或者更重视这个南北 这个平衡的投资 做一些的书面报告 我们在用这个冻结的方式 提升基金的效能 谢谢 陈超明委员 各位 刚刚关于国家发展基金 各项投资260 226亿 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因为投资是一个风险 当然要看到前瞻性的行业 那投资成功大家称赞你 投资失败大家都会骂你 一定要小心谨慎 但是我刚刚 看了我们扩大索困的振兴发难 新冠型肺炎第二阶段里面 国家基金里面准备了100亿协助新创 换特别股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的行业 包括我们战略性的行业 那个几个产业里面 这个时候尤其新创 我也走过了好几家 大概了解了一下 在这个时候大概生意都停顿下来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国发基金里面 协助新创 换特别股的100亿 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怎样的一个 输困方案让我们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个提案的各位都已经发言过了 那个 Lero你是第二次发言 让我再讲一下 再一起说明 好 那请主委说明 好 谢谢各位委员 确实台湾的新创 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才刚刚开始萌芽 那因此呢 他们的 是碰到这一次的肺炎的疫情 对他们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我们很多的新创 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有营收 所以他根本跟公股银行 过去就没有很多的来往 所以他要融资非常的困难 他们过去要有一个贷款的户头都很难 所以他在其他现在的相关部会的 这些的纾困方案里面 对他们来讲 可能都没有办法适用 那尤其我们的旅游的平台 因为他们叫做科技公司 他并不是旅游业 所以在交通部的相关 针对旅行社旅游业所做的纾困 他们也没有办法适用 所以这一群新创很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 他变成是我们纾困的孤儿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在疫情过后 台湾的新创好不容易才从蛋里面刚刚破蛋而出而已 就可能全部通通被弄死掉了 而不再生存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发会 国发基金听到了很多新创的声音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政府就是直接用补助给他们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是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因此在过去这种案例里面 大概有一种是用这种所谓的桥接的融资的模式 或者用可转换的公司债的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用特别股的方式 这三种情况我们去做了评估以后 我们认为以他们的新创公司发行特别股 而由国发基金来投资购买他的特别股的方式 来协助他度过这一个难关 等到这样的难关过了以后呢 他可以再把这个钱连同利息还给国发基金 或者国发基金认为这个新创是可以有发展的机会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普通股 成为他的股东 这也是一种的模式 所以我们征询了很多的意见之后呢 我们决议用这一个所谓的他们发行特别股的方式 来协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至于那个额度呢是当初因为龚正伟那边在计算的时候 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一个数额可以去做一个计算 所以我是告诉他我会进国发基金新创的需要 我们尽可能的去帮助他 所以我很难讲现在我需求是多少的额度这样子 那他希望说还是框一个额度 所以我到时候用我们的现在的现金的额度流量来看 我想我最多大概是100亿 所以我就先给他这个100亿的数字 这个是大概的整个过程是这样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接受这个新创的受理来申请 那明天我们就会用直播的方式来跟新创解释 整个的机制怎么运作 他要如何的来申请 那这个条件又是要如何 那希望我们在受理申请审核完毕以后 一个月内就可以把这个金额拨付给这个新创 来帮助他们 简单说明如上 因为这里总共 那位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国发基金这次投资的7类的里面 直接投资53家里面 台北市占了23家 我要再补充 然后桃园5家 新竹5家 新竹县5家 然后新竹43家 南部的部分 台南是1家 高雄是2家 我想主委在台南也带了相长时间 包括创业 创业投资52家里面 台北市占了34家 其他县市是没有 包括加强中小企业投资实施方案186家 台北市占了74家 新北28 桃园9家 新竹市39家 台南8家 高雄市7家 屏东1家 所以那个落差是非常大 包括加强投资文化创业产业的部分 26家里面 台北市23家 南部只有高雄 加强投资策略性的服务业的部分 60家里面 台北市29家 新北市10家 然后新竹43家 新竹县2家 桃园市2家 南部的部分 云林有一家 高雄市5家 台南5家 那另外 加强投资策略性的制造业的部分 这个台北市5家 然后 新北市4家 桃园2家 新竹县5家 新竹市4家 台中以南 零 全部挂零 包括高雄台南都没有 创业天使投资的部分 75家里面 台北市48家 然后 新竹 新竹市有4家 桃园4家 新北市5家 新竹县4家 南部的部分 台南市4家 高雄市1家 我要举这个给主委听 也给所有的幕僚听 这个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差距 我真的希望 国发基金 大概看大家怎么处理 我希望国发基金 要很有意识的去 加强中南部的这个部分 他们怎么样去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被 被国发基金来做投资 或他们怎么样去提案 或怎么样去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识的去做 不然 国发基金只会让 这样的失衡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 国发基金是在 拉平整个产业的发展 拉平整个台湾的区域均衡上的发展 我希望 主委跟所有的幕僚 更有意识的处理这个问题 好 谢谢赖委员 这个赖瑞隆讲的 赖瑞隆讲的是 愚重心诚 那我也同样 我问题再请主委再回答一下 就是 这个如果 真的回答好 那我们就不 不冻结 如果回答 我们觉得还有空间 我是主张 要适度冻结 第一个 就是如何提升执行率 第二个 如何改善投资绩效 第三个 如何导引更多的资金 进入五家二产业 第四个 如何兼顾南北平 这四个问题很具体 请主委 第一个执行率 第二个是什么 陳超明委员 你要单单 你要单单就刚 这四个问题很明确 好 第一个 秋委员 关心到我们的 咨询力的部分 那 确实 国发基金过去 在这个 投资的部分 我们是非常的 保守的 而且我们是在等待 他们来跟我们做申请的 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两年 其实我们已经有 被动为主动 包括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会到各地去开 说明会 会结合当地的公协会 向厂商说明 我们有这个基金 可以协助他们 以及他申请的程序 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要提高 他的一个咨询率 另外一个 特别是我们在这几年来 所在扶植的新创的部分 在过去因为怕新创 因为一开始很容易就失败 所以都不敢投资 但是我们这两年来 一年多来 我们已经投资了84家的新创 也就是我们看到年轻人 他们有勇于要创业 要愿意接受挑战的部分 我们就尽量的来提供给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5加2产业里面 其实我们投资的比较多的是 有关绿能跟生技产业的部分 那因为他们都比较 那个创投 如果他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 其实外面的民间投资人 是不太愿意投资的 所以这个时候 基于国家的政策 会在这个时候去推我们的这些产业 推他的一把 让他们能够尽量的能够来 去做他们的一个研发也好 或者产业的整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执行率的提高 固然我们还是会很严谨的 因为投资总有风险 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一定计定的程序 来做一个努力 但是执行率的部分 我们会绝对会加强来把它提升 主委我打个插 107你们执行率只有不到3成5 委员讲的应该是创新转型的计划 如果就其他的计划 整体的国法基金 另外一个 另外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四个计划 不是由国法基金在执行 有两个是在经济部工业局 就有关服务业跟制造业部分 另外有一个计划是在中小企业 还有一个计划是在文化部 文化内容产业的部分 经济部跟文化部不算 就国法会所主管的业务 你们执行率的状况怎么样 能不能说明一下 我们的全年执行率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项目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有直投的 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每一个的执行率都不完全的一样 那就是看当年度的一个重点 我们实际动波的经费是 99亿 226亿里面的99亿 对啊 那执行率99亿不到几成 大概不到四成 我只想跟委员说 如果你比较过去 我还没上任前的几年 那个时候的执行率其实是更差 我们在努力当中往前去推进 那当然我还是讲 我们投资是有风险的 我们也不能为了要去冲高我的执行率 所以我在每一个案件的审议评估的时候就放水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非常严谨的在评估这样去做一个考量 那这是第一个 那因此我会 我非常谢谢刚刚委员都提到绩效的问题 我想整体的绩效的评估对我们来讲会更为的重要 所以我想 刚刚委员已经有这样的提案 要我们做一个完整的绩效的报告 那这个我们会立即的来做 那至于说要到全国的中南部 南北的平衡均衡的发展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我会再来加强 那不过未来或许我可以去建议有些公司 如果他的总公司还是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他是不是到中南部去设分公司 或者是他另外如果有子公司可以设在中南部 藉由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平衡 但是因为这个是由企业他们自己的决定 又还是他企业的内部 国发基金只能够做一个建议的 主委如果你能够均匀分配5加2产业里面 我想你就可以做到南北平衡 我举例来说国防产业在中南部为主 那国防产业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关注 你们重视生计重视新创 你重视这个绿能 但是其他人工智慧 其他这个国防产业也是5加2的重点产业啊 人工智慧也有 国防产业的部分 他其实也有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台船 荣德 荣德台船 这个都是啊 我们都有投资 他就在高雄啊 有这个就是国防的部分 我刚刚只是在强调 就是说5加2其实我们都有 好 因为航太的部分你也要重视啊 航太也要重视啊 航太的话现在是 我们 那个 中华 好 也有航空公司 现在在跟我们接洽当中 好 好 你不能把书面也提供给 舅委员 大家一起看一下 可以 我们就说 刚刚那个 翁委员提到 希望一个整体的绩效的 报告的部分 我我我同意 我们会提一个报告 给经济委员会 好 还有那个程会员也有提到 好 好 OK好 超明 各位啊 关于国防基金 你们分作两类 一个直接投资的 一个经过串投 但是在直接投资方面 你们都好像不怎么有绩效 是不是政治性太高 这个要一个报告出来 另外你要特别质疑 串投公司一定要找好的串投公司 你们评选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把现在有跟你们合作的创投公司 当时为什么你们会接受他们 因为创投有投资 你们也跟着投资嘛 大家潜在一起就 就会去比较自益公司的经营节省 所以选择好的创投公司 对你们非常重要 尤其在新创的里面 那种野心要很大 但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可能它升得很快 有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 所以关于这一次 刚刚打的国家基金里面 协制新创放特别股的100亿 一定要好好应用 因为我刚好过年的期间 我先顺便绕了一下 有人回来 我问他们在做创投 不管做物联网 不管做什么的时候 他们现在生意都停顿下来 现在可以说孕孕欲行 因为养那些人是非常高的成本 你晓得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 国家能身所严重 你刚刚讲 他们等于是一种孤儿一样 我也承认这一点 希望你的方案出来的时候 要显得明细 因为年轻人 我跟他在谈话 他都不懂了什么 因为国家 政府里面 你要怎样去申请 他们其实都没有概念 他们只有埋头苦干 把我的网路 我的物流整个做好 这样而已 所以在这边要仔细的 非常清楚 然后你们的对口单位在哪里 给他们跑几趟 他们有时候就很难了 他们都很直接 我去申请好像都是要通过 都一定要跟他讲 这些年轻人 我发觉不懂得政治 所以你们一定跟他讲 条件什么样 你们审核条件 跟他讲得清清楚楚 让他们快事 而且能真正帮忙 他们的问题好不好 是 各位 我们明天就会开直播 来跟他们做一个说明 而且我们从上个礼拜 我们也发布了 我们有一个单一的电话 洽询的电话 我们连续两天 上礼拜因为上班只有三天 连续两天就接了三百通的电话 这个资料也赶快给我们委员 因为我们到哪里会碰到 那个年轻的创业生 碰到这样 我们有办法跟他具体的解释 表示我们能力也不错 好 我们把那个QA做好以后 我们送给每一个委员 拜托一下快一点好不好 我相信会马上面临这些 民意代表会面临这些问题 这个拜托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请那个 王九元 我们现在是整体整体谈吗 那个我想国发基金 最近都是令人诟病的地方 主要是有三点 第一点是你国发基金在投资 投资适当嘛 在107年你投资51加民营事业 那107年度呢 有一半以上发生亏损 那审计部呢也提出了这个纠正 要你们国发基金要提升营运绩效 要确实督促检讨改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这几年都在检讨国发基金的这个运用 产业创新转型基金这个方面 你105年7月你匡列1000亿元推动产业创新基金 但是你在108年6月底呢 你实际只有投资6家公司 投入34亿元 所以呢这个进展没有如意其 这个常常在被诟病的地方了 第三点你这个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呢 你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 那这个地方创生我也常常常在在执行中 我也提出来 也是执行成效不佳 特别是对于我们三地乡的地方创生 几乎啊几乎啊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 有成功的在屏东县那几个地方 像什么咖啡产业 那个都是有点不是说从国发基金 你只是配合农委会的其他业务的推动 剽窃其他部会的成果 那你台山公司到现在 台山公司到现在大家也都在检讨啊 所以如果要整体检讨国发基金啊 本系是主张先冻结啦 冻结10%怎么样 然后呢其他的我们提出面报告再来再来看吧 好 全民文委员 好主委 全民文委员我们就所理好不好 我想这个国发基金实在是非常重要 所以是不管是在配合我们国家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策略 或者是说我们要辅助重点产业 其实国发基金都有它的角色 像之前这个台积电也好连电也好 其实国发基金投出都把它辅助起来 不只是这两家当然还有很多 但是我看起来我们像 像蔡英文政府上台这过去上一这四年来 其实我们国发基金的投出状况 是看起来是比较缓慢 那我们这个也看起来租行率也过低啦 所以我而且这个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看起来也都是亏损 所以这一点是让人家比较悲观 那今年我们看到国发基金要匡列226亿 也没有集中所谓的5加2的产业 我想在上一次的出行我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的政见就是希望发展5加2产业 但是但是我们看起来的这个国发基金本身 配合国家的政策方面也没有特别去注重 所以我是希望主委必须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我上一次在问你有时候你是这样答 就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是要被动来等人家来申请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主动去发掘下一个大力光 还有联花科等等 我想不要再让国人看到说我们所投资的都是亏损累累的 这些公司 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一次你的宽列这个经费预算里面 事实上是要投出标的才是你的重点 不是我们把你冻结以火 我想这一点是我今天特别提出来的 我也想问一下主委 我们最近其实也非常重视循环经济这个部分 在这块国家发展基金有没有过一些比较 可以让大家觉得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5加2的产业里面我们其实都没有排斥 所有的都应该可以进来 那过去我只能说就是就我们目前投资的 我们去分配来看的话就是绿能跟生技可能占比较多的部分 其实包含精准医疗等等这些都还是有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这个循环经济的部分 也有一家已经在跟我们洽商当中 那还没有还没有谈完这样子 所以它有一定的一个流程我们也都并不排斥 那刚刚委员有提到我们可不可以主动的去发掘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也希望努力这样子去做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的人手是没有那么的足 不过我们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处理了 那另外绩效的部分我们也做了头后的管理 那我们也建立了退场的机制 就是万一不好的我们就往后 那刚刚委员也有提到有关跟创投的部分 确实创投他们愿意投资的大概都是比较成熟 而且可以获利的部分 那除了我们的政策上面对于新创 我们可能不能够特别去注重它的获利的部分 而是需要鼓励的情况以外 其他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其他的投资人主要的领头人 主要的领头人如果投资了以后 我们可以去跟投 像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会比较大力的比较有信心的去做一个投资 所以我们并不排除 循环经济一定是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 我也听到有业者来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 循环经济的idea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来申请 这样 有没有亮点 我认为那个是亮点 但是他因为还没有成立这个案子 所以我不方便在这边跟我说 那我们我刚刚已经宣告了 我们要处理了 那么目前有几个提议 是内瑞伦委员吗 邱志伟提的三两亿还是冻结两亿 冻结两亿 孔委员提议冻结10% 就是这两个案 目前有很明确提出新的想法的是这两个案 不晓得其他的委员 好了那就冻结两亿了 好我们就就以这两个好了 从各位再讲一下是第一案到第九案 所有的各项的业务计划 业务计划的各项投资的部分 各项投资的部分 从第一到第九 就是主席 就是226亿里面我们冻结两亿 是 提出书面报告 这书面报告包括所有委员提出来的 这些对国安会的建议或者质疑 请到一并写到报告里面 好 反正我现在说有两个提议啦 一个是2 一个是10% 2亿啦 2亿啦 就2亿啦 好 听起来多数是2亿啦 那就多一点嘛 多数5亿嘛 不是 就2亿啦 因为我们真的还要帮助这些新创啦 所以今年确实我们有这个资金的需求 就2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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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也没问题 因为这是大家的意见 我是统计下是2 比较多 10%比较少 10%是多少 10%就22亿啊 22亿啊 22亿吧 嗯 2亿啦 大家都多数2亿啦 就2亿啦 那这个要 那个书面报告要很整齐给我们 好 好不好 好 比如说我刚才本来要问你的 你一直讲南北平衡 南北平衡都没有讲到花冬呢 你不要讲花冬基金啊 我讲整个国家的发展基金里面 应该是平衡的 书面报告每次书面报告每次都没有改善 每年都在检讨 所以这个我们要 那这问题在哪里呢 每次都改善 三次也是一样 冻结然后什么改善 也是没改善啊 那冯委员如果他没有改善就不要解冻就好了啊 也跟委员 跟委员报告一下 如果用过去的三年来看 我们去年的执行率已经提高了1.6倍了 什么提高1.6倍 执行率 执行率 对 主委 1.6倍是多少 还是指引那个执行率 1.6倍是多少 我们像107年只有62.3亿执行 那我们去 比率是多少 比率 比率喔 1.6倍的话比率是多少 如果真的很难看就不要讲了 大概几成就好了 不要那么精算 就是 已经是超过百分之百 因为原 百分之百 超过 107 对不起对不起 107年我们的执行率是62.31亿 108年是99.76亿 已经超过了 增加了37亿多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 我们就按照大家的意见 就是东姐2亿了 书面包要完整 好 好 好 谢谢委员 没有 我说谢谢委员跟主席 好 那么第10案是一般的贷款 一般贷款案 一般贷款案 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不要简列 因为这个案子是厂商的需求 那我们是交付给银行 在帮我们办的 那这个是由银行来负担这个风险 那最后这个钱我们会全数收回来的 我建议这个不要简列啦 那个 我们现在在纾困要支持 谢谢台商回台 那个投资需要用到的资金 这个 贷款的部分 我建议是不要 不要删除啦 也不要简列啦 也不要冻结啦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文案会员里面 我们也一再要求 就是我们的国发基金应该也要投入纾困的行列 那纾困的行列里面 一个当然是包括政策性的贷款 另一个就是我们台商的这些专案贷款 这两个这两个重点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国发基金也能够充分的配合 那如果说我们今年匡列110亿 当然是跟过去来讲我们是比较多啦 成长的成长的幅度是比较多的 是因为那个台商回台那个方案 因为现在回台投资多 没错我知道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刚刚开始在办嘛 所以我们的支出相对的会减少 但是贷款完以后 马上他的支出就要开始会会实现了嘛 所以110亿在我个人的看法里面 如果说政府他能够创造更多的 纾困的额度 然后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 或者我们需要资金的这些企业 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个人的一个看法 一般贷款的部分 这个就像我中小企业信保基金里面 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赚款专用不能留用的啦 这一笔钱我们不只是要不删除 而且我们要全力支持你们 必要的话如果超过的话 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并结算去除 超过的部分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并结算去处理 是本席的意见 问一下那个主委啊 你这个项目啊是管它利息管它补助还是什么 手续费就是我们给银行的委办服务费的部分 就台商回台的部分 就需要110亿吗 因为它的那个总金额 光是手续费喔 所以我就问你可能是补贴补助那个项目嘛 因为要用委办服务费这样的名词 它不是直接去补贴利息 如果说补贴利息会违反那个WTO的规定 所以我们是给银行委办服务费 然后我们希望银行降低成本以后 能够多给这个厂商方便 那委托服务费原来要缴利息的 那看起来政府在公安 没有 我们其实因为台湾的利率已经很低了 当时候在计划这个方案的时候 你用委托服务费 对 我们希望银行降低它的行政 你们再收房再造假 我们也要支持你们吗 没有没有 我们是希望银行能够降低它的行政成本 好啦好啦好啦 主席我建议 等于陈委员有点质疑 所以我想说要说明不好意思 谢谢 主席我们建议中国大家看法 都是这个一般贷款照列 我可以帮陈少敏委员这样讲 就不可独厚 要公平的来处理 当然当然是 我喜欢这个我就给他多一点 我不喜欢他我就不给他 不可以这样 有一定的标准 我知道啦 因为昌美的意思就是这样 好 好因为苏智芬委员的提案 他自己本人不在 我们就不处理 那就按照委员会的意思 我们就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照照原列数 照原列数 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下来到 第十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案 业务支出的部分 好 一般服务费 十四亿四千六百八万两千元 苏正清委员提 预算跟决算都年年升高 那我还是认为 其实国发基金还是要 整个控損 特别是 特别是投资损失的这个部分 所以 我当然希望先请主委先做说明 为什么这几年 整个不断的这个增加 那未来怎么样去控管这样的一个损失 我还是讲风险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 目标上面一定要是 达到 尽量是达到一个 这个 投资是 至少不是一个 逐年增加他的 这个投资的损失的部分 好吧 请主委先说明 好 谢谢代表员 第一个就是我们 指派的这个公股的董事的部分 我们会责成他们 要把这个公司的状况 在第一时间就回报给我们 要保持 我们对这个公司的营运有更好的了解 另外 我们未来会加强投后的管理 因为国发基金过去只问投资 不参与经营的 所以我们对投后管理的部分 确实并没有很积极的在做一个处理 但是 过去两年委员都有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加强这个投后管理的部分 来让这个绩效能够更好 好 接受 现在我们在处理这个一般服务费的部分 是不是 是 对 这个我想不管是苏委员还是谢委员的提案 大概就是针对这个一般服务费编列的额度 这个比去年增加很多大幅成长 但是相对的你的咨询率却没有增加了 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主委 针对这个部分 这个国发会的回应跟说法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一下 刚刚那个第十项那个部分的一般贷款是属于本金的部分 下面这个就是一般服务费就是我刚刚讲的给银行的伟办服务费 那去年因为是海商回台的第一年 那今年才是可能会更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宽列足够的伟办服务费 那主委那是不是跟职群率有关系吗 你职群率越高你的服务会付出越多吗 就是台商回台的量多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增加了 可是你看到你个今年度的编列预算是14亿多 对不对 那去年呢是9亿多 对 因为去年是第一年 省长两倍 没有 对 那个跟委员报告 其实去年台商回台是前年底做成的方案 当时候我们还认为说 能够有两千多亿的台商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现在已经快打一兆了 已经快到九千多亿了 所以这个势必它会增加 那因为他们申请回来 经济部那边 你们各位委员看到的就是快差不多九千亿左右 那个是申请核准的 那之后他就会开始动用资金 那动用资金以后 就开始需要跟银行这边去做一个恰商 所以我们的服务费就会在这时候 就会增加 这一般贷款是连在一起 对 你贷款有出去 你的服务费当然要出去 对 所以你说海外资金 回台的投资基金 这个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你必须要编列更多的服务费 来配合一般贷款 带出去的款项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厂商它动用资金 它并不是一次全数的动用 它会分批的来动用 那如果以去年一整年 我们给银行的伪办服务费 在欢迎台商回台的部分 是2.05亿元 那在更流台湾的专案贷款里面 是0.016亿元 这是去年 到今年的3月25号支出的部分 所以我们对回台投资 你们这个评估一定要很客观 你不要光顾说你要有9000亿回来 结果后来只回来5000亿 你当你这服务费 你就会增加很多的预算 是 所以这部分啊 我觉得你想使你要针对预估 今年可能多少金 多少这个 海卫市应该回台投资 需要多少贷款 才编出相关的这个一般性 因为现在经济那边 合准的量已经很大了 你就让你们一个 能够改进的空间 好 适度冻结 你拿一个改善计划 要怎么评估 未来的这个贷款的 这个金额跟服务费 要怎么编累 才比较就有合理性 你试图冻结一看 你拿出书面报告 十四月这样 你拿书面报告好吗 好 大名委员 哎 子委 这个一般服务位 我觉得有必要 但是我发觉 你们会把钱这样 没有实际的再发 譬如你直接创投 你要一句一句派人去检查 跟他谈话 跟老板谈话 你才能了解到真正在 不然你们一般把钱投进去 你们很少去管 而且要派的监督人或是谁去 要定期跟你们报告 才能了解实际的情形 所以以往 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差 是 第二点 关于你讲的服务费用 现在有耕流台湾 还有台商 回台 那些的程序是蛮麻烦的 一定跟你利息的支持 里面政府几乎負担一半 所以这里面你们也要确实的去了解 但是大概经过投审会 还有银行那一关会去掌控 所以这方面你们也要特别再加强一下 另外第三点 我希望你们在国家基金投资的话 是指于台湾的产力 但是现在有很多台山基金 听说投资到美国去 去美国投资来打台湾的厂商 因为研发的技师大家在竞争啊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你们能不能容许他们投资到外国去 还是投资在台湾本土而已 你们爱台湾的爱投资在本土啊 怎么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 来打击台湾的研发产业啊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这样的风声出来了 好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谢谢委员 如果没有 翁伟你还有指 这个我想是希望主委来做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当然在整个贷款里面 除了台湾回流或者是我们提供的贷款 然后我们也要提供这些服务 给银行的服务费用 那我现在想请教的是 有关我们的在说明里面 就是我们从97年度的提供财团 撥款给中小企业信保基金 代为办理协助中间企业专案贷款的信用保证 然后到97年到98年 然后到101年 然后到104年 这个过程一直到104年 我们并入振兴经济非中小企业专案贷款信用保证 然后我们这个基金负担的信用保证风险的上限是16亿元 这当然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就是十几年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专案贷款 然后提供给信保基金去做保证 那历经这十几年之后 我们把它并入了104年的振兴经济非中小企业专案贷款的信用保证 然后我们这个信用保证的风险是上限16亿元 我是觉得这一笔钱 基本上它并不是很高 那我们在现有的 现有的我们国法基金里面 没有类似这样的专案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我们不要单独把它匡列 或者是单独把它做表达 我们将来就是你国法基金 毕竟它范围很广嘛 那像这种十几亿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把它并在一起 不要再单独去列出来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就是金融海啸那时候开始启动的一个新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他们来融资 那到它的还款都会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 所以它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 其实后面没有再增加新的啦 它就是继续在执行 执行到它把这个钱都还完了为止 那所以这个是就是从那个时候 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开始的 2008年金融海啸留下来的一个摊子 是是是是 那我们把它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并起来 也觉得不适合 所以你们就单独累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那现在金额大概还多少 金额 我们查一下以后跟委员说明一下好不好 好 我请我们会计赶快找一下 好 我是不了解这个这个状况啦 如果说可以并的话 我当然是觉得把它并在一起就好了 就不要单独在一起 是因为 因为他当时候去create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要去帮这个非中小型企业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让这个案子执行完毕之后 然后再来看 如果未来还有新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一个整并这样好不好 好 那么翁从军委员的这个质问的部分 是你们说明就好了 好 没有没有就你们的额度提到任何一千万 目前有提议的是 邱志伟委员提了 冻结一千万 还是减一千万 冻结一千万 然后写 周面报告 对对 专案包是一定要有的 好 谢一份委员 谢一份委员 现在在审那个 业务支出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 一般业务费用嘛 因为我觉得目前就这个部分 他们在执行各个基金的这个效果 那所有的社会大众对于国发基金在这个部分 的确有疑虑 那我认为邱志伟委员提的只冻结一千万这个部分 我觉得太少了 应该要再 就是我坚持我冻结的5% 因为那个 书正清委员他提的是冻结20% 所以我觉得没有 我没有多于20% 所以只是冻结5% 希望他们就整体的情况做检讨之后 我们再来解冻 那我觉得这才会符合社会大众对整个国发基金他们执行效率的观感 这个主委如果动5%会怎么样 我跟主席报告一下 因为这笔费用 我刚刚特别提的 主要就是台商回台跟跟流台湾 这个两个专案的最大的需求 那今年应该是会大爆发 因为已经核准了到快9千万了 快到一兆了 所以他们需要动支资金 再加上这一次的金融海啸 对不起 武汉肺炎的疫情 我是不是 恳求委员 可不可以让我们尽量的保留 让这个所有的企业 他可以来应用到这个 我认为 所有的东西不可以犯 就是说因应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等等 然后台商回流 我认为 他们应该就国发基金过往之的经验 来检讨他们的执行的效果 从过去以来 因为国发基金在这一次 并不是主要去 就是去协调整个纾困案的主办单位 而是他们应该就他们本所执掌的业务范围 应该要尽可能的去 审慎的去执行他们的这些创业 就是这个是什么 产创 产业创新转型基金等等 这些计划 因为这才是对未来台湾经济发展 非常重要角色 而不能够随意轻易的去投资一些 认为 让国人认为说 有损我们国发基金专业的 谢谢谢委员 那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项目 不是投资的项目 这是一般的服务费的部分 投资的项目刚刚已经做确认了 那这个服务费的部分 是真的我们是要帮助台商回来的部分 那今年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希望能不能够尽量不要冻结太多 这个 欧丛经委员先 那个 刚刚谢委员的这个 他的出发点我觉得非常赞同 也讲得非常有道理 这个 我们是从十一案开始审 现在是一般不费的部分 那这个 基本上是跟这个冠状病毒 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跟海外这个投资 回台回来投资需要贷款 需要贷款 当然这个国发基金当然会协助 海外台商投资 所以这个服务费 是因为一般贷款 贷出去要付给银行的服务费 所以今天是比较单纯 过去 过去当然我们在省这个国发会计算 这个国发基金的部分 这部分基本上我们都是照列 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它增加那么多 那所以我也请这个主委做解释 为什么今年增加了快两倍 从9亿多变成14亿多 那主委的回答就是说 因为台商投资会大爆发 大爆发 你的服务费当然会增加 所以这部分为了提升 你们对未来回台投资 资金精确的评估 让这服务费边内能够更均准 所以我们才提案说 希望能够足以冻结 那冻结不要说到时候冻结太多 你让这服务费没有办法付给银行 没有办法付给银行 你的贷款就没办法贷 这个是连带性的 所以我是拜托谢委员 这个部分大概 我们大概有发言很多了 大家都有相同的共识 如果他这个服务费边内 如果太过于浮夸 那我当然 我们可以不予给他解冻 我们还是希望他提出这个 这个苏联报告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的执行状况 再给予解冻 重点不是在冻结的金额 重点是在冻结这个座委 让国发会有更多 这个这个测进改善的空间 那我再麻烦邱委员 你是不是可以提高冻结的金额 1500吧 因为你冻结的金额多寡 还是会牵扯到他们愿不愿意去 就是说审慎的前面的这些计划 因为过往而言 国发基金给我们所有的百姓 就是他们执行效率不张的问题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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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跟主席 各位同仁 谢委员讲的也 也不是没有道理 啊 邱委员讲的也当然很 很有道理 我是说 可能大家在变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主委这是民主而已 董哥是其实一点的路容都没有啦 是在你们北京而已 连打架子都没效力啦 你们将来说你将来真的是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们再给你也没有关系啦 所以我想谢委员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 当然他的他的心里面是希望说我们将来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比较好的绩效 让大家可以去接受 或者可以去肯定国发会的功能 希望你们 他也是一种 就是比较 希望你们做更好的一个意思而已啦 所谓的冻结 其实也不会影响你们的业务啦 当然更不可能说 会对你们的业务的执行有任何的影响 过去的董哥对一边 董哥对一边 过去也都整他差不多在我们北京而已嘛 不是说有一边三地过啊 这个讲人家 这是说你都爱 代替你的意思是爱一个民主啦 所以 那个谢委员看你的意思 如果说你还是要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大家 尊重谢委员也没有关系啦 因为我看这个也不影响到你的业务啦 我也先支持你啊 我跟你讲 这笔钱你将来不够的话 你都并结算我都会支持你啊 百分之五太多了 这个可能因为 对台商来讲 他们也会认为政府到底 有没有真的要帮他们 如果我们冻结 我都跟你说你 你没帮你再并结算处理 我们冻结两千万好不好 真的 就施施面跟这个 陈提菲 冻结两千万好了 依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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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齁 基本上其实 刚刚谢委员所讲的 应该我们在这个 其实就已经 在各项投资已经都 已经冻结两亿了 那 那就是说也拜托我们主委 把刚刚我们谢委员 他所疑问的部分 也要把它并在里面 把它写清楚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其实大家都担心说 我们国发基金 这么大笔的一个经费 那鼓励投资 那鼓励投资 可是投资之后 它的效果不脏 那我们如果花了这么多钱 那我们要去管控监控 其实我们变成也有责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刚刚谢委员所提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各项投资里面 因为有一个大的计划 有一个大的报告 也要把你的疑问里面 都把它写进去 那我也是认为说 因为这个一般服务费 说真的 因为他钱一直在一直在动 我们看到海外投资 要回国投资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超过7000亿了 那这些都是经济部 国发基金这等等 所有全部加总起来的 一个重要的投资案 那你一回来 你又不能说 不好意思 我那个书面报告我完了 才能解冻 你这个烧慢一点 然后谁慢一点 虽然金额不多 可是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在当下 其实一推动的时候 一下子下去 你很难去估算说 到底我们要花到哪里 所以我觉得就是 2000万 冻结2000万 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这个 一个1000 一个2000 因为之前有 有一个委员提的 一个1000万 现在是 冻结2000 看各位的1000 因为如果百分之五 就7000万 因为这笔预算 他也会有 这个每个月按月的这个比例 我想这样 注意一下 谢伊奉委员 他说5% 他说2000万 要折中节 2% 2% 2%就2500 中间要3千万 2千8 3千万 3千万就好了 先冻结嘛 冻结 没关系嘛 到时候解冻就好了 好不好 书面报告 麻烦你再详细一点 如果大家没有一件的话 我们就冻结3千万 不要啦 我们就冻结 冻结2%就好了啦 没关系 冻结2% 因为是七位演讲 不是我讲的 是七位演讲 说3千万 我没有讲到 我说2% 他说2% 我也说2% 好啦 冻结2% 好不好 好 最后的决议是冻结2% 第 书面 你找来 我们就找翌姐嘛 OK 好 接续第15案 水深分 管理业务成本跟费用 融资业务 主席这个 我只是建议 原来是动时吧 那刚刚主委也提到 就是会有改善了一些作为 然后我建议就改列 动1千万 然後提书面报告后再斤解动 所以你放弃你的提案是吧 不坚持你的提案 改一千萬 那個賴委員你有提案你講 對 改凍結一千萬然後書面報告後解凍 請趙剛主委提那個更詳細的給一份報告好不好 好 他自己在講 改 要凍結一千萬 改一千是嗎 對 好 可以 好 沒有其他意見的話我們就改凍結一千萬 書面報告之後使得動字好 第16案解繳公庫的部分123億元凍結3億 是陳廷菲委員所提的請說明 我想主委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解繳公庫的部分 到底這個比例 我們為什麼要在今年我們要解繳123億 一定要解繳這麼多嗎 因為其實我們累計繳庫的數額其實 已經高達2457億喔 那流存的基金的現金其實是逐年遞減的齁 所以這個繳庫的部分是一定要這麼多 有一定的比例要求還是沒有 是我們自己受到這個主計單位的一個要求 那這個比例怎麼算 跟委員報告這個完全都是配合主計總處 那重點可以少一點嗎 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把你這個凍結了 我們先凍結就是等於或是三減說 你不用繳庫這麼多這樣子OK嗎 因為主計總處應該是把我們這個繳庫的錢 已經算入了今年度的總預算 已經算入稅入的部分 那我沒有意見 這個部分齁 方議員 也不完全是配合主計總處啦 其實我們在費用基金的結繳的規定裡面 它是有一個規定的 我們要求你如果像我們早期 國庫比較困難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講都會甚至要求你繳庫更多啦 因為我們需要政府的資金需要 我們沒有必要把把錢放在我們的小金庫基金裡面 然後讓國家去舉債嘛 所以過去在我們審查預算的時候 反而都會要求你們結繳國庫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一個規定 就是非營業新端基金裡面 到底要繳庫給多少給政府多少 那個是有一個規定的 所以我想主計總處應該也不會做過度 或者是違法的要求 對他就是在我們的現金額度內 因為他認為我們有這個能力的 然後分配要我們去繳的 沒錯啦 所以123億 你若是變成你資金裡面反正多餘嘛 國庫裡面那些借款 這樣也不是什麼好事情啦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我們就照你們的提案 就照你原來的Bennett123億的答案通過啦 就不用說一下 我沒有意見 我剛剛就說我沒有意見 對對對我沒有意見 對對對 沒有 溫委員也是一樣就是趙烈的意思 趙烈 趙烈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不行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語言列述 好 第17、18、19、30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跟擴充 對 好 陳庭妃委員 對 你要說明 我想 第18案 我是一些疑問 就是說 在我們一般建築及設備 在這一次 因為我們有提及說 我們會增加的部分 是因為要 因應未來組織還有人力調整的需要 甚至是要有藏撥用 緊鄰辦公廳設的財政部賦稅署空間的土地 及建物案 然後還有對這個組織及人力調整的部分來做處理 是不是說明一下 好 公務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國發基金 因為現在的同仁的總數是有受限的 而且有一部分是公務員來這個監辦的 那未來 人事總處已經同意我們做一些改進 我們能夠盡量從外面再禁用一些人進來 來幫忙做一些頭後管理或者是投錢的產業的選擇 讓我們的能量 就是說人力能夠比較充足 所以我們要增加投資人力 就是未來我們要增加可以投資 然後去做一些協助產業的區塊嗎 沒有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我們現在的辦公處所 是在管前路那個地方 那空間也已經有限了 那旁邊因為複稅署 就是財政部它有一個 國庫署它有一個閒置在那個地方 那它是說如果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它有償的撥用 然後讓我們的辦公空間能夠更... 為什麼沒有辦法借用一定要有償撥用 那個按照國有財產的管理的部分 那個沒有辦法借用只能短期的 沒有辦法做長期的 所以你們現在就等於是長期 要把它整個做為你的辦公廳社就對了 我們需要能夠擴大這樣子 那我那個預算沒有意見 趙烈 好 邱志維維 這個土地當然是你們是針對這個 你撥用是有償撥用 大概是1500萬左右 另外你們空間跟房屋跟建物的改善 你們做圍牆 做這個保慶大樓這些怎麼... 沒有啦 我要提案耶 我有提案耶 所以這個保慶齁 你家是不是符合基金使用的用途啊 你有償撥用撥的 還是你應該有償撥用撥的是你 沒有 跟共委員報告 各位委員可能知道我們國發基金 是後來是在產創條例裡面規定設的國發基金 可是早期在中美基金 美元基金跟開發基金的時候 我們有承接了一部分的財產 這些財產我們都希望 因為我們如果閒置我們不用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還給國產署 讓他國有財產有一個 一套的完整的一個運用 但是國產署還沒有要接收之前 我們要付管理的這一個工作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 如果是講我們在松江路 還有一塊還有兩塊土地 那個地方我們要有這個圍牆的管理 要有這個安全的維護 我們還是需要配合 要有這樣的一個經費 以前你們有沒有編列相關的經費 或者預算 因為那個是那個是一個連續性的業務 應該是有它的一般的那個保管費用 維護的費用 因為他也要有監視啊等等這些 福不符合你們基金使用的用途 對這個建物的修繕 那我記得以前這個 你們也編列相關的建物修繕的經費 在立法院是被刪除的 那我就不清楚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 你現在情況跟那時候有沒有不一樣 那跟委員報告不是 那個之前 我忘記 我同仁有跟我報告過 之前好像是在哪一個 曾經有編列三個年度 但是全部被刪掉了 當時候有希望在松江路 現在的那個松江思源 旁邊那塊地 希望要蓋國發大樓 後來這個計畫沒有被支持 所以那個預算就拿掉了 沒有錯 所以我在確認說 你這個做建物的維修 或者土地的這個不用 是合於你基金的使用用途嗎 是的 因為我還是要有基本的管理 好 那我同意趙烈 如果大家提議的都已經放棄原題案 我們就照列 是已經說明清楚 不是放棄 說明清楚了 好 我們現在就決議的部分 從第20案開始 第1案是翁重新委員 20案我們同意 同意 好 通過 第21案 同意 通過 22案 同意 同意 好 通過 23 23也同意 同意 第24案 同意 同意 第25案 同意 26案 同意 27案 同意 28案 同意 29案 同意 30案 31案 32案 同意 33案 34案 同意 35案 同意 36案 同意 37案 37案我們也同意 不過它的內容是跟20案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到時候提一份報告 把兩個案併在一起 但是提案的委員是不同的委員 不一樣 那沒關係我們就都同意 可以 38案 同意 39案 同意 40案 同意 41案 41案也同意 那同樣也有相同的情況我們會再一併處理 42案 同意 43案 同意 44案 同意 45案 同意 46案 同意 47案 同意 48案 同意 49案 同意 50案 同意 51案 同意 52-1案 同意 剛才來的是 對不起 剛才來的是 剛剛來了一個新的提案 請選討 52-3案 52-3案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 與一個院內針對 北高雄沿海水域遊戲及觀光發展 提出評估報告及整體計畫 與本院經濟委員會提案委員邱之委委員等人 宣討完畢 同意 同意 好 好 那我們所有的決議的部分都已經處理完去 52 之一 那個主委是從議 對 我第一個我做個連署 我加入連署 可以可以 我加入連署 另外就是說 國華會再三個月內修正 然後我的建議是說 我們在這個修正裡面 上次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也講到說 我們其實這種創生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鼓勵大家多多參與 那地方上面像鄉鎮公所跟縣市政府 他們有時候反而是沒有跟產業在連結的 但是農會或者儀會 他們有些地方反而是 因為你像我們中衛體系 那些他反而都有很多特色 都跟地方創生都反而有辦法連產業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是不是修正的時候 我們把它加上去 就修正的時候 能夠把我們的榮譽會 也能夠做為我們地方創生的這個提案 提案單位 他可以 跟委員報告 三次您提了以後 我就跟農委會商量了 希望那個計畫 因為我們還是用鄉鎮公所 當作一個單位 所以他的計畫可以併在裡面一起提出來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的 他不要單獨提出來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縣市政府能夠 還有鄉鎮公所能夠了解他的整個地方創生的內容這樣 所以他可以把它併到他們整體的計畫裡面 農會可以提案沒有問題 最主要就是我跟你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榮譽會 反而有很多的創生的東西 有 有 那他其實他是更有那個能力 是 來配合國會發會推動這樣的東西 是 那如果說你把這些阻結在外面的時候 反而他沒有機會了 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你將來 所以這個部分 就你在三個月內修正 能夠讓我們的榮譽會 參與這樣的地方上升的榮譽 謝謝 那那個行政程序你要講就是說 農譽會提到鄉公所 還是提到縣政府 提到鄉公 跟鄉公所併在一起 那如果區域會他又不是啊 區域會他基本上他不是鄉公所管的 那最後會由縣市政府整合送上來 所以這個也不是問題 我可以把那個流程的部分 把它再加進來 弄清楚一點 就是 各位報告就是說 程序一定從鄉公所就對了 對 程序一定是從鄉公所 然後送到縣市政府上來 所以 那個 他可以跨區域的來整合 所以那個農譽會進來都不是問題 送到鄉公所 鄉公所送縣政府 文字上面可能 你們該怎麼修一下 沒關係 這個重點還是在我們 整個地方創生計畫的整個流程裡面 不要把農譽會把它忽略掉 那這個部分 三次委員有提的 我們會這樣處理 謝謝鄉公委員 所以相關的提議 提議 所有的案都已經同意在案 所以就照原提案通過 現在我們繼續審查 關於離島建設基金預算提案 好 第五十三案 關於離島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九億元 恐慧要求凍結百分之二十 有沒有要說明 那個凍結百分之二十上面講得很清楚 那主委意見怎麼樣 請主委說明 報告孔委員 因為我們離島基金的額度已經不多了 那所以現在他們正好在第五期的綜合計畫在執行當中 所以我是建議能不能夠不要凍結 讓他們能夠 那個凍結還是要動 那個最主要是說 我現在是跟你要資料 要資料 我發現 我發現 就是你那個離島 你 你只有在澎湖金門 這馬祖這幾個地方 你們的項目經費非常多 然後那個 利島跟蘭以比較少 利島跟蘭以比較少 我看項目 第二個 上一次我在質詢的時候 你說 因為台東縣政府沒有報計畫 所以我們就無從審理 那我想了解 我想了解是說 為什麼這些離島你還是有七分 為什麼澎湖跟金門比較多 那蘭以跟利島比較少 那離島建設基金現在剩下多少錢 26億 剩下26億 那26億你們未來還有沒有增加 或者是說離島建設基金 我們這邊就不用再編了還是怎麼樣 這可不可以說明清楚 謝謝空委員 第一個我先跟空委員報告一下 在離島綜合建設的第五期 108年到111年裡面 蘭以跟這個綠島的案子 總共有十項 十個案子 經費是6,160萬元 那第二個 那個離島基金 因為離島建設條例的 那一年 你這個四年度 蘭以跟利島只有6千多萬 對他們的提案 四年度 四年度喔 對對對 另外這個四年度 其他的離島呢 你們經費多少 其他離島的 各個部分的那個經費 你算一下 兩個島 你四年度兩個島才6千多萬 呃 而且都是做一些什麼 離島 離島的部分 一年大概只花9億多而已 總經費 對啊 其實是不高 一年9億多嘛 那你四年度加起來才6千多萬啊 對 那個 確實他們的提案 就只有這時間 因為我不可能去幫他生案子出來 這是跟委員抱歉的 那他們的提案 我們儘量寬裂的部分 是這樣的實案 另外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上一次您在質詢的時候 提到蘭嶼的機場跑道的部分 那因為之前一直流標 那到3月31號的部分 資格標已經進來 符合了 所以現在會開始繼續去處理 那這個蘭嶼的這個跑道呢 交通部 這個是交通部的計畫 總共是9億1551萬元 這個經費行政業也已經核定了 只是因為他招標不順利 這是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 蘭嶼的開園碼頭的部分呢 那個台東縣政府有先提出來要申請 可是他的總經費是11.37億元 那這個案子在審查的過程裡面呢 是認為應該先做水工模型的試驗 以後再來看後面的工程怎麼編列 所以這個水工工程的需求 是109年要完成 那是520萬元 這個部分是花東基金已經協助 而且正在進行當中了 所以這兩個案子都已經有進度了 跟委員報告 詳細的書面會再送給您 那個詳細的書面的 你可不可以用書面的 有 我本來已經要送給您 因為我上次有特別提到這兩項 對沒有錯 本來就要送給您 可是因為當時是說3月31號要開標 所以我就想說等開標完 確認情況是怎麼樣以後 過完這個春假就要給您 那今天正好來了 我有請處長有帶過來 待會就把這個書面先給您 我們會正式的再問給那個孔委員 另外跟孔委員報告一下 離島建設基金是這樣 當時候的條例是規定是300億元 分10年編列 所以在99年的時候是已經編足了 可是他的條文是寫說不低於300億 因此主計總處的說法是 只要用完之後 下一期的計畫再上來 前有不夠的時候 就可以由公務的預算來撥補 因此不需要去修條例 所以這個是看需求來做一個決定 三個離島的委員都一直很關心說 要不要去修正這個條例 那我們目前的答案是不需要修正 有需要我們還是會撥補的 三個問題跟委員做報告 孔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於他的離島的建設也希望能夠加強 然後也能夠多邊預算 這個是對地方爭取預算 那剛剛經過主委的說明 我們也知道主委一直很重視孔委員的意見 然後也一直希望能夠幫我們孔委員 關心的這些離島地區做建設 所以我是建議說我們孔委員 可不可以把這個凍結的部分不要再凍結了 那將來我們希望孔委員的建議 你一定要務必一定要重視 也一定務必使命必達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那麼所以都不動結了 照原列訴 好 那麼相關的 五十四案 五十四案 五十四案的這個一般行政管理 也是 來啦 只有才幾十萬而已 好啊 孔委員 那個希望我們那個國發會 不要忘記這個萊椅跟 綠島 不會 不要忘記 謝謝委員 四年才六千多萬 跟委員報告 我會跟台東縣政府在做更好的溝通 好 是縣政府沒有提案 他們想做他們先生我沒有提案 我們回去跟鄉裡面多多吹吹上 對對對 也可以啊 就要送到鄉公首 好 五十五案決議的部分 同意 同意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之前我已經是照原列訴了 好 五十四案是照原列訴 五十五案通過 五十六案 同意 五十七案 同意 五十七之一案 五十七之一案 五十七之一案是不是能夠由國發會會同環保署 因為這個是有關那個垃圾廢棄附屋的部分 就倒數第二行 嗯 前面就應該第三行的最後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同環保署研議 與領導建設條例基金增設相關項目 我們加一個環保署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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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通過 關於領導基金的部分 我們已經處理完 繼續第三個部分是關於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有三個案 有三個 這個 有三個人提案 蘇貞欣委員 空委員 空委員 五十九案 五十九案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這個地方創生的這個部分 也是從花東基金上來嗎 沒有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沒有 花東基金歸花東基金 當然如果今天各部會應該協助的這個經費 沒有辦法去支應的時候 花東基金可以來幫忙 最後是可以來幫忙 所以到最後到最後都是用花東基金嗎 沒有 很多很多這個地方的這個工程啊 那個花東這邊本來的經費沒有不夠 就是從花東基金過來 跟空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在 花東現在是第三期的中和開發計畫 這裡面大概都是工程跟這些硬體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他可以每年的滾動檢討 到六月的時候我們會做滾動性的檢討 再去調整 他計畫要不要再做修正 經費要不要再做增加等等 這個是在所謂的三期的中和計畫裡面 他們要提出來的 那地方創生是要把地方的產業發展起來的一個總和的計畫 提出來之後 產業的部分我們剛剛前面那個恩委員跟那個主席 有要我們去修正的那個就是國發基金去投資地方產業的那個相關的規定的部分 除此以外各部會如果跟地方創生有關的計畫 要協助地方把這個生活機能把它建置完成的部分 我們會去對接跟各部會 由他們的經費來做一個支援 那如果都沒有計畫 就是說各部會的計畫也都沒有辦法用了 三期中和計畫裡面也沒有 而這個又是很迫切的部分 我們就會來考慮用華東基金來協助 那個我剛才看到主席提一個案是原住民的文化跟保存 對 就是聚會所的部分 那我現在想請教 就是說像那個我們華東地區的鄉鎮公所的改建 殯葬設施的公墓的這個改善 這個也是報華東基金嗎 是 這也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那個不管是聚會所或者任何的場所 因為過去有關那個都市計畫要做變更的那種 所需要的行政成本的部分 因為地方都沒有辦法編這個預算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同意由華東基金來支印了 這是其中的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簽葬的部分 上一次應該是那個鄭委員 鄭委員 鄭天才委員有提到花東 花蓮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倉公墓 東倉公墓的部分 那個簽葬的部分 因為確實有這個需要 而且後面的整個的工程預算都有了 只有簽葬費用沒有 所以後來我們也透過我們華東的這個委員會的同意 也把它列進來了這樣子 所以華東基金就是一種補充的性質的部分 在原計畫裡面都沒有的 那確實有這個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會來協助 那個鄉鎮公所改建可以嗎 鄉鎮 目前 目前是沒有這個項目 因為鄉鎮公所那個是屬於 硬體 而且它是公務機關的部分 那塊是要看內政部那邊有沒有一個整體的策略 各位報告 目前是沒有在這個華東基金裡面 請教主委 針對這個華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我們知道說台灣東部的地區 常常是發展資源比較不足的地方 那這幾年這個華東地區的永續發展基金做了許多發展 包含改善消防人員的設備 染線地下化 還有拉近了與北部的差距 但是那宜蘭地區雖然隸屬北部地區 可是發展沒有北部那麼進步 我認為這個宜蘭是這個被遺忘的珍珠 為了要兼顧這個地區的平衡發展 國發會是不是應該考慮將宜蘭納入 花東地區的永續發展基金 成為宜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是不是這方面可以做一個說明或可行性的評估 好 各位報告 這個主要是因為這個花東 它是有一個法律 是貴院所通過的一個法律 那如果今天要把宜蘭納進來的話 就涉及要修法的問題這樣子 就比較姿勢比較大一點這樣子 好 五八五九六十 是不是照原列書 那個六十案可不可以說明一下好嗎 六十案 六十案 你這個會費監住補助 你107年度的未解案的計畫 停辦的計畫 超過比例六成 且高達八十六項四成計畫沒有執行數 你可以說明嗎 我請處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 跟孔委員做一個報告 那事實上我們就是那個 當時是統計到 108年的7月份的時候 我們依照到108年底 那麼從104到107總共呢 還只有18項 還沒有這個指引數 其他的都已經開始在陸續都在指引 另外很重要就是我們會同意他保留 主要是他都已經發聲權責 都已經有簽約 所以這後續我們會 我們現在也在針對這個花東這部分 也跟兩個地方政府 有在3月25號開過會 就是說怎麼樣來加速他們的這些的管考 讓這些的計畫能夠更順利的推動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陸陸續續都在進行當中 那這個部分呢 他已經有相當的一個進展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到108年底只剩下這個18項 我們有督促相關的地方政府 好加速來進行 以上 交流活動是什麼意思 救濟跟交流活動 公委員報告 我們過去在花東基金的部分 是有編列 比如說可以到其他的縣市 去做一些觀摩啦等等這樣子 那甚至在以前也有過這個出國訪問的 那個計畫 那由縣市政府指派同仁 一起到其他的國家去瞭解 人家的這個地方的發展的部分這樣子 我們這邊全數都是這個 全數 全數 大概是這個用途 可以 好了 長在一起 這個不堅持啦 才125 這個多 好 十億 十二億耶 對 對 你那個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請主委提個書面好不好 好 把那個什麼交流的這些活動 好 還有這個什麼捐助補助的 因為你這個經費是十二億五千 五千萬耶 好我們那個是補助給地方政府的部分 各地方政府的那些費用項目 對 好 因為這個是預算科目的關係 其實我們 我們的絕大部分的經費都是在補助跟 有交流有一部分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我們了解一下 好 主委 是 謝謝 你剛剛這樣一講 我就想 我 我 我還是建議 我們不是反對你的預算 就是說你既然這個是發動的永續發展的基金 你應該是規劃一些地方政府做不到的東西 那 有關地方政府的補助的部分 儘量去透過預算去處理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基金 它成立的一個目的大概是要協助發動地區的發展 那重點如果說你還是放在那一些比較熟悉的 或者地方性的小型補助的話 可能感覺上會比較沒有跟我們國發基金 不是跟國發基金 就跟我們這個永續發展基金的那個 比較不完全一致 沒有 所以將來 這是一個建議 是是是 謝謝委員 那其實我們那個三期的綜合計畫 花蓮跟台東都各有 大概有多少項 項目非常非常的多 不是總數 就是他們會提這個綜合性的計畫 每一個縣市如果沒有記錯都有五六十項 都有非常多的項目 那就是剛剛您提到的那個部分 我想我們因為預算科目寫得不夠清楚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就是在列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另外我們其實有把那個 上一次主席有要求 要把這一個三期綜合計畫的所有計畫項目跟預算 我們有送給了經濟委員會 也請委員給我們指教 我現在是想知道你們那個補助跟交流活動的項目跟名稱 可以沒有問題 好不好 請一個書面資料 好 謝謝委員 我們是不是這樣那個指委 是 你跟花東有關的 提議啦 計畫啦 討論啦 會議啦 盡量讓我們地方的委員知道 當然 好 不然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旁落了這樣也不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關於花東地區的到第60案 我們都照原列訴了 好 謝謝大家 決議 第61案 61案就是剛剛邱委員所提到的那個 我們是建議是不是可不可以 沒有辦法 就是要把這個宜蘭納進來的部分 可能我們現在這個要涉及修法 我們也很難評估 對 對 因為這個確實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執行 除非叫他們研議 也不是你們的事 所以這個案 邱委員就 不能抱歉 這個這個這個恐怕沒有辦法往前推動 不通過 好 62案 邱委員你要測案嗎 好 那就測案就沒有這個案了 不通過都不好看了 好 62案 62案 同意 63案 這個因為牽涉到經濟部的職權 是不是可以要求 國發會會同經濟部來就這個相關的問題提出報告 好 好 修正通過 63案 64案 這個提案的時候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第三期的綜合計畫 已經在去年的10月8號已經核定了 所以這個案子是不是可以測案 因為楊琼英委員不在 因為楊琼英委員不在 就用不處理好 也不要測案 他沒測我們怎麼測 怎麼測 不處理 好 那因為提案人不在我們不處理 64-1 64-1我們同意 同意 64-2 64-2是不是由國發會會統原民會 會統原民會 是 是 因為委員您希望要把這個相關區分原住民的一些事項的指標 指標是另外一個 這是還是你們主政啊 對我們主政 就是由國發會去會統原民會 會統原民會 好 修正通過 好 我們整個協商的過程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請宣讀協商結論 宣讀協商結論 第一案至第九案各項投資凍結2億元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十案一般貸款預算照列 第十一案至第十四案一般服務費凍結2%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十五案動結1000萬元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十六案預算照列 第十七案至第十九案預算照列 第十二案至第五十二案照案通過 第五十二案至第十三照案通過 第53案預算照列 第五十四案預算照列 第五十五案照案通過 第五十六案 第五十七案照案通過 第五十七案之一修正通過 第58案至第60案预算照列 第61案撤案 第62案照案通过 第63案修正通过 第64案不予处理 第64之一照案通过 第64之二修正通过 宣读完毕 好 那请问各位同仁 有委员提案的部分 照刚才宣读的结论通过 没有提案的部分均照列或随同调整 请问有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就通过 通过之决议 文字授权主席 以及议事人员整理 报告委员会所列议程 处理完毕 上会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